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 首度就中共武力犯台的议题做出了回应 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维持一中政策 包括了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并确保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期靠在美国媒体的专访中 首度就中共武力犯台议题表态 他表示将延续一个中国政策 同时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但没有明确回答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问题 贺锦丽还说美国不应寻求冲突 而是因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 他明确表示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与中共的竞争 西唐人家的电视 叶恩杰张可信编译